歡迎收看五七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配偶的故事 臺北股市今天盤中下殺將近百點 尤其是包括股王也呈現重挫 聯發科也呈現一個重挫的情況 頭部都有一點出來 再加上臺北股市 月季線死亡交叉 已經確定成形的一個情況之下 臺北股市的壓力是越來越重 再加上今天晚上是美國股市的事務日 根據歷史的一個走勢 事務日通常是美國股市 短線上的一個轉折點 這我特別關注 另外要看到是大陸股市部分 不管是上陣跟深圳 也出現了月季線的死亡交叉 再加上中國大陸最近推出了 一連串強緊縮的組合拳 從包括房地產 包括執管新規 以及現金貸的部分 現在造成逃的逃 死的死 所以這一波強力關水龍頭的動作 再加上全球緊縮的一個狀態 讓現在的投資是不是風險 越來越高 我們今天現場請到到四位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分析師葉俊敏 第二位是資深媒體人丁萬明 第三位是資深分析師陳允龍 第四位是資深分析師坦克爺 五七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